便携式 汽车充气泵 夏天的时候b站粉丝送我的一直没舍得拆 因为疫情封城 家里快没有拆的了 简单看一下都有什么 然后咱们拆解 说明书 这是个啥 这又是个啥 这给汽车放气的吗 还有三根辣条 咬不动 12克的胶水 这是个延长气管 还有两根气针 转换夹 这边夹电瓶 这边插点烟器 它是点烟器供电 这样就可以了 这台机器呢 粉丝描述是总烧保险 然后买了新的 这个就送给我了 最后是它的主机 主机的上面呢 还有手电筒 开关照明 还有一个液晶显示屏 接下来拆机 拧下所有螺丝 现在可以拿下上盖了 上面呢 有两个气泵 拿下底格 拆下它的出气管 拔下启动开关 它的中间呢 是一个电动马达 旋转 带动连杆 接下来拆它的压力传感器 看一下它的压力传感器 相比小米的要好一些 小米的那款呢 金水容易损坏 拆它的气被 我以为是铝合金的散热片 结果是塑料的 就是一个装饰 现在可以拿下它的钢筒盖了 钢筒 金属环一个 活塞 活塞上面还有一个卡环 它的活塞 也是塑料的 小米的也是塑料的 活塞环 一颗轴成 钢筒间隙不大 看来还没怎么使用过 看一眼它的钢盖 上面有一个密封胶圈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单向的气阀 可以按下去 但是被弹起 气体呢 只能出 不能进 拆下这个类似曲肘的东西 竟然不下来 我们拆这面 快速拆解 两面的活塞相同 它奶奶的这面的曲肘也不下来 就挺突然的 自己就下来了 现在可以看到 转子 磁石 拿出 这里呢 是它的钉子 上面有两块磁石 外壳是铁的 转子拿出 两面呢 都有固定它的轴成 转子上面的幻象器呢 非常的整齐 可以说是没怎么用呢 看一下线圈 铜线丝 还挺有良心 再看一眼它的碳刷 可以看到接触面呢 还没有磨平 最后看一眼它的控制板 首先 这是一个积电器 控制板通过压力传感器 得到输出的气压 也就是 胎压 然后控制积电器 启停 它的两支活塞呢 交替做工 这个排气呢 这个吸气 然后这边排气的时候呢 这边吸气 吸气的时候呢 通过活塞环 就可以往里进气 最后看一下它的点烟器插头 粉丝说 总烧保险丝呢 应该就是这里连电 可以看到里面呢 已经糊了 这个点烟器插头呢 是不能用了 我们把这个电瓶夹呢 直接给它接上 试一下 接之前 需要把这些东西呢 全装回去 正极 负极 连接完成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 中间其实装好了 不好使 然后我又拆了一遍 有控制管坏了 不通电了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负极 正极 开机 动力呢 非常的强劲 刚好家里呢 有之前粉丝送我的小米的 也被我修好了 比一下重启速度 低爆球 这是我们昏庆用的 里面放氦气球的 不是小雨伞哦 全部接好了 预设小汽车的台牙 2.5个压 启动 再次 Perez 突然你们的体验 卖几乎的小汽车的台牙 凉着水的水上 TEA TREMEME 特别像派竟的海中 比较多达的 打了20分钟了 暂停一下 太吓人了 这个小米的 比较热了 这个已经烫手了 但是我们的球呢 还没有炸 那么歇一会儿 歇了10分钟 现在已经凉了 继续 这个大球呢 经过22分钟的打压 终于爆了 它的出气管非常的烫 小米的呢可以理解 毕竟人家小 打成这个样子的 给我儿子玩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